甜蜜食品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甜蜜食品的梁先生 今天很高興為你們介紹 一款比較新的一個產品 我們不決把它定義為叫做 麻糬蛋糕 那坊間的麻糬蛋糕 它有各自不同的定義 那我們今天所試做的是 利用兩種不同的麵 然後中間加一層內餡 所呈現出來的一個 比較特別的一個產品 那眾所周知來講的話 日本它所謂的麻糬蛋糕 它可能它的配品完全都是 沒有麵粉的成分 那是比較特殊的一個東西 但是我們今天所示範的就是說 它一層的表皮 是所謂麻糬Q的口感 但是它另外一層是所謂標準海綿 類似接近海綿蛋糕的一種口感 我們把兩種不同的麵皮 去做一個搭配 然後經過豐培包餡之後 那選一下 各位可以來試試看 看看它做起來的口感 那現在為你們介紹一下 這台機台 這台機台它是可以翻轉的一個 一個烤模 那我們溫度先暫且先設定 160度C 一樣只要這個電源燈切過去的時候 紅色的燈亮的時候 代表它開始在預熱了 那等一下溫度到達的時候呢 它紅色的燈就會先 暫時先熄滅掉 溫度到溫度不夠的話 它自然又會跳過去加熱 那我們今天 開蓋我們來看它的造型的話 這是屬於魚的部分 這是魚的造型的一個烤盤 那是小隻的魚 那這個概念的衍生呢 像日本它有所謂大隻的鯛魚燒 那我們這個是特別去做一個小隻的一個部分 它比較輕巧 那一樣這個機台是可以翻轉 可以翻轉的 吃電量是110 OK 那我們先來製作我們的麵糊 等一下再來這邊 那首先我們看到的 這是我們小公司所出產的 那個所謂的海綿 偏向於海綿蛋糕玉拌粉的其中一隻 那我們今天所製作的量是600克 那600克的玉拌粉 然後它加 六顆的 雞蛋 全蛋的部分 水的部分呢 我們是只有整顆180CC 那油的部分呢 也是180CC 那它的打法很簡單 只要把 蛋 蛋水粉 一樣放進來 你大概慢速攪拌一分鐘 攪拌完之後呢 拿你的刮刀 你做稍微刮乾淨 之後呢把你的油倒進去 麵糊裡面 稍微拌一下之後 把你比較拌氣 轉最快速 打三分鐘 那在打三分鐘的過程當中呢 它的麵糊因為有空氣拌入的時候 因為它裡面的材料比較特殊 它打到後面有點變成一些乳白色 類似 有加了SP那種感覺 有起泡的那種感覺 它會把空氣抓住 所以說 這隻是比較特殊的一個 海綿蛋糕玉拌粉的一個麵糊 那後面再跟你們強調兩點 第一個是水的部分 水的部分可以做調整 那原則上 這是600克的量 其實水可以大概加到是200CC 都OK 那我們有經過測試 你如果是1200克的粉的話 是12顆蛋 你的水是大概400CC 但有的量是可以不用去做變動 這邊要特別提醒各位的一點的話 就是說因為在第二個步驟的時候 它有直接下去 它沒有辦法 再有補救的機會 所以說 當你第一次測試完的時候 你覺得麵糊比較稠 你可以再 你就沒有辦法再加水就過了 因為它烤起來的感覺是不大一樣的 它是利用它快速打發的時候 的一個過程 它的麵糊蛋白質去做一個變性的動作 那會建議各位 在這個 在第二次的時候 你把你希望的一個稠度 在加水量的部分 來做調整 那最後再強調一點的話 就是說一般都是用 所謂大缸的一個攪拌機 在做攪拌 那大缸的攪拌機 在做攪拌的時候 一樣 比較不會建議先把水 就直接烤入攪拌缸 這時候我們通常會把水 水跟蛋 先倒到你的攪拌缸 在裡面去之後呢 再把你的粉投入 這時候再 把你的攪拌器升高之後 轉慢速 攪拌一分鐘 那攪拌一分鐘的時候呢 時間到 你再把鋼壁再刮一刮 完了之後 先不要升起你的攪拌缸 把油倒進來的時候 因為 油跟麵糊會分成 油的密度比較重 有的密度比較輕 它先浮在上層 那這時候 你一樣先過一下 過一下之後呢 你轉到最快速的時候 再輕輕的升起你的攪拌缸 讓它去跟麵糊做接觸 免得你一下子升起麵糊 有倒入的時候 轉最快速攪拌的時候 也會往四處飛濺 這樣的話 那個 對環境的清潔 或者是說你的整個操作 也不是那麼的便利 那 只要這個步驟對的時候 那時間到了 那麵糊 麵糊的一個 麵糊就已經打化完成了 那就再跟各位強調一點的話 就是說我們的蛋糕一半粉的話 是不用過篩的 你只要很簡單 取量是你要的重量來講的話 直接按照這個比例就可以了 那現在我們來進行 一個麵糊的一個打發的動作 好